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大纪元记者夏松报道 刘亚洲落马内幕,遭批给脸不要脸 近日,中共退役上将刘亚洲已被判无期的消息再次引起关注 有海外媒体人透露,刘亚洲的案子曾两次被送到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案头 第一次习称刘糊涂,刘备去职,并提前退役 但刘不收手,就被整他的人举报了 再次将其案子送到习案头,习怒批给脸不要脸,刘备重判 海外媒体人何平在视频中透露,刘亚洲因山西梅老板的事情被告发了 某山西梅老板被查,有人找到刘亚洲,刘保证没问题 结果没搞定,中共中央纪委就把相关情况转到中央军委,军委报告给习近平 习近平批示说,刘亚洲糊涂 相关人员看到习定性是糊涂,不是犯罪,就让刘亚洲离任国防大学政委 并提前退役,但作为退役上将,他还可以穿军装 但此事过后,刘亚洲还是不收手 有人要整他,于是更多的举报材料又被送到习近平的案头 习批,给脸不要脸 于是,刘亚洲就被整他的人借机收拾了 和平说,当时抓了不少人 刘亚洲的弟弟刘亚苏也同时被抓 且刘亚苏也被判刑,终生监禁 此前,旅美中国政治学者王军涛3月15日向大纪元披露 经向刘亚洲亲属核实 中共退役上将刘亚洲已经被判了无期徒刑 3月24日,王军涛在向大纪元表示 刘亚洲的罪名无非就是经济问题,作风问题等等 很多信息表明他确实卷入到一些事情中 王军涛分析说,习近平现在政权不稳 他会对所有官场上有权势的人都会怀疑 他和红二代的关系现在更微妙 原来习近平建专制 他想重新挽救这个党的时候 要靠红二代 后来习近平要建立个人独裁 等于把共产党江山变成他个人江山 就跟红二代发生了比较激烈的冲突 但习先下手为强 在权力斗争中一直处在主动地位 不过王军涛认为习近平这样越来越专制 很容易出事,容易暴毙,或者暴病而亡 就像韩国总统朴正希 突然被他手下的情报部长给杀了 我相信习近平也知道 所以他现在非常小心 他对自己的保护 已经超过了中共历史上任何一个主要领导人 比如他出访事先都不公布 就是怕有人在那布置,把他干掉了 刘亚洲本人是红二代 军二代出身 后来又成为中共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 历任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成都军区空军政委、空军副政委兼纪委书记、国防大学政委 2012年7月晋升为空军上将 2017年年初 未满65岁的刘亚洲提前退休 为或安排二线职位 刘亚洲在2021年突然传出失踪的消息 2023年3月 港媒指刘亚洲因涉及严重贪腐案 可能会被当局判死缓 直至近日被披露或判无期徒刑 但刘亚洲的案情和判决的相关情况 中共至今没有任何官方通报或说明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生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生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视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生、分野生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生又有生晒生、白生、红生等 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生口服液以100%韩国优质 6年高利生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是高利生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6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